我们前面讲完了整个心脏活动 心脏的活动变化 心中周期 心电炉等 我们接下来讲讲心脏本身 它自己有自己的循环系统 叫做冠状循环 这个可能在高一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说心脏本身 它不需要氧气养分 心脏这么厚 所以你不要以为心脏内由于血液 它血液没有办法直接做气 以后物质交换的 因为B太厚了 厚到血液根本没办法做有效的扩散 所以心脏本身要有自己的循环系统 也就是要有特殊的循环系统 提供心脏本身养分跟氧气 那这个循环系统就叫做冠状动脉 冠状微血管跟冠状静脉 其中冠状微血管 就在跟心脏进行养分跟氧气的交换 就是养分给你 废物给我 氧气给你 二氧化给我 所以离开心脏的冠状静脉 就会跟静脉血一样 是缺氧血 养分用完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你会知道 其实冠状循环 它就是体循环之一 对不对 所以冠状循环是不是第三种循环 除了体循环 除了肺循环第三种 不是 冠状循环就是体循环其中一个 什么叫体循环 供应你身上所有组织细胞 器官的养分养气 冠状循环提供心脏 所以它是体循环内 针对心脏提供养分养气的循环的路径 所以冠状循环属于体循环 好 那差别在于什么地方 一般的体循环会有主动脉 然后分支到这个组织肌弯去 冠状循环也是 只是它的分支很前面 它在大动脉的肌部 两边就有两个洞洞就散出去了 它不用到很后面才分支 所以当你的动脉血一离开心脏 进入到动脉 就有一些血会进入到冠状动脉了 好 冠状动脉就算不到整个心脏 心脏换完氧气之后 里面上要变成静脉血 静脉血就进入到冠状静脉 按照体循环 静脉应该要汇入上下腔静脉 回到右心房 可是心脏的血管没有 它的静脉直接就通入右心房了 没有再绕出去到下腔静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绕出去就到下腔静脉 血压太低 低到进不去 没办法流动 所以还不如直接进入到右心房 那静脉的问题在于 它们有个压力的当推力 所以它必须要用一些方法 让血液可以往前流动 包含什么骨骼肌收缩造成的压迫 呼吸造成的拉力 还有瓣膜还有等等重力等等 可是在心脏中 它就直接通入右心房 所以它就没有经过上下腔静脉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矿胀肌是体肌团的一支 有什么不同 它的静脉血是直接由冠状静脉 通入右心房 而不会通过上下腔静脉 它是少数不经过上下腔静脉 回到心脏的静脉血的体循环系统 好 这是冠状循环 好 那我们来看几个图儿 冠状循环的开口呢 位于主动脉肌部两侧 一边是左冠状动脉 一边是右冠状动脉 这个肌部多肌部呢 它就在半月半的旁边 半月半的旁边 好 那这有什么特点呢 这边出来看 这个是个塑胶标本的一个做法 把你的血液灌入 血管内灌入塑胶 然后把整个箱挖出来 把肉都浓掉 只剩下塑胶 所以你们看到这是主动脉 好 这有三个分支 然后下面这一跳 我休息起来全是冠状循环 这两支比较粗的 叫做冠状动脉 然后一直分支分支分支 然后这些静脉血 全部直接混入到右心房 好 这先擦掉 这个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呢 我不确定这个你们是不是听过 如果听过就当复习了 当心脏收缩的瞬间 冠状循环没有血液 这是个很有趣的巧合 当心脏在工作的时候 它不吃饭 我收缩时 冠状循环是没有血的 所以这时候心脏 没有办法得到氧气跟氧分 它要舒张的时候 血液才会进入到冠状循环 让心肌有氧气跟氧分 我先要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你不能这样解释 因为它在工作时不能吃饭 这是职业道德 这是坏 为什么它不能吃坏 我要讲的是 How 它如何办到 收缩时没有血液进来 有两个机制 第一个机制 当心脏收缩的时候 心脏的墙壁 是不是压了扁扁的 里面的血管 是不是压了扁扁的 所以这时候 冠状循环的动脉 静脉 微血管 全部压了扁扁的 压力很 阻力很大 所以血液根本进不来 这第一个 心脏收缩时根本进不来 这边的血管 全部压扁扁的 好 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 大家比较常听到 当心脏收缩的瞬间 心事收缩 是血液冲出来 刚好把半夜半打开 半夜半打开 刚好遮住了你的 冠状动脉的开口 所以半夜半打开的瞬间 刚好把开口遮住 之后血液进不去 血液只能往前冲 没办法进入到冠状动脉的开口 必须等心脏出张 半夜半关起来 好 关起来 插不掉 这个半膜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像这样 关起来 这时候动脉血液会 哦 开始往回走 进入到你的冠状动脉的开口 好 所以两个原因 心脏收缩时 这些循环被压扁 阻力太大 压不进来 第二个 你的入口刚好被半夜半遮住 这个半夜半是左半夜半 这边讲的是体循环 所以这个半夜半叫左半夜半 主动脉里面的左半夜半 两个原因 使得心脏收缩时 心肌是没有血的 也很好啦 工作时不吃饭 休息时才用餐 虽然梳妆时会用餐 吃饭 就是有血液提供养分氧气 就是有血液提供养分氧气 就是有血液提供养分氧气